语法可能还不太够的话 想要做了解啦 其实网路上或坊间的书籍 其实还蛮多 你其实如果不想花钱 你就不然就是Google一下 那个关键字 那个像你就打一个 像Sequel语法教学 其实就蛮多的 其实就参考 里面大家还有一些 其他的文章分享 其实这个网站里面 我刚提过的 像最常用到的像什么 这边有什么Create Table 刚好用到 细节部分也许 你可以直接点进去看一下 如果你要删除Table 就Drop Table 常用的就Create Table Drop Table 如果说我要Insert Into 这边也有 修改就Update 删除就Delete 其他的话还有Slate Slate这边也有 Slate语法 相关的细节 也许自己再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其实当然不只是这么简单 如果说你会下这些语法的话 你就可以很容易的跟资料库沟通 你要什么资料 就可以利用Slate语法 可以把你要的资料 从资料库捞出来 我们刚刚是用最简单的方法 把所有的资料全部查回来 所以比较重要的话 大概就是第一个要知道 怎么去新增资料 再来查询资料 接下来就是删除资料 删除的话 他的语法一定是Delete from 哪一个table table名称 table01 然后会有条件 条件里面的话 就是哪一个栏位 一般是key 因为一般会抓哪一个 比如编号 编号不会重复的话 编号 number等于多少 帮我删除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要删除什么呢 删除资料的话 那请各位一样 把slater 也许就复制一个delete吧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怎么样 就是在那个查询 有没有 刚刚是查询 是我用那个table01好了 也就是原来的程式里面 假如是这样子 那我希望就是稍微改一下 怎么样呢 在查询之前 我先删除某一笔资料 所以呢 你可以在这个中间 加一个什么呢 这应该是删除资料 删除 应该是删除资料 那删除资料的写法呢 其实也不困难 而且它很重要 如果说你今天要删除什么 删除某一个 某一笔资料的话 ok 那他的语法 第一个当然 我们会希望说 你请问一下 你要删除 那删除通常会按 以那个key key的话因为是unique 唯一的嘛 所以你可以输入编号 但你要删除哪一笔 比如说我今天table01 我假设查询 查询出来之后 我希望把这个编号为2的这一笔 帮我把它删掉 ok 那要怎么删掉 当然我们刚刚是利用那个 所谓的那个sql 那个什么sqlite browser 那里面你可以怎么 如果你要删除这一笔 你这边有个deleted record 可以把它删掉 但是如果你今天不要用工具 你要用sql语法删除的话 那要怎么做 其实相当简单 大概有几个地方需要 做一下 就是改一下就可以 第一个的话呢 我们可以拿刚刚slate的这一个 这个module拿来改 当然你可以把它复制到这边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在这一个程式的中间 因为我要查询之前 我先删掉某一笔 再秀出到底有没有删除成功 那到底删除要怎么删呢 第一个 我一样先在开头的地方 因为先让使用者问他 请问一下你要删哪一笔记录 接下来的话呢 那我就删一个什么sql语法 sql语法特别注意哦 他的语法就是先告诉他说 deleted from table01好了 table01我要删哦 我要删deleted from table01 跟他讲说 我要删的资料在table01 但是呢 你如果只有下这个语法 假设如果你写到这里的话 他就会把里面所有资料清空了 就全部清空了 ok你查就没有了 但是如果你希望 我只要删除的是其中一笔资料 那个资料的话根据编号 那我就输入2好了 那这边说 所以后面要串一个会有lumber 这个lumber只是栏位名称 等于后面串一个x 就是我如果输入2 他就把2带到这边来 然后呢 就是直接帮我把它删除 不过理论上哦 因为你这边input一定是一个suit 一定是一个字串 所以table01刚好 我们这个lumber的栏位 前面键的时候也是用那个文字 所以不用转型 但如果说你今天是用table02 或table02的话 那你可能要注意一件事哦 你可能要怎么样 把这个x怎么样 前面再加一个int哦 不然可能会发生错误哦 ok因为 如果你这边假如没有加这个的话 就是他里面放的是int 但是你今天input过来的话是一个字串 可能会发生错误啦 不过这可以试试看哦 注意一下这个有可能的发生错误的点哦 好那接下来的话我就delete这个 然后呢 他execute执行之后 不过特别注意哦 跟那个insert into一样 最后一定要做一个can mean 如果你不做can mean的话 等于是说你好像输入公司没打勾一样 没打勾你跳开他就不见了 所以can mean的意思确定帮我 把那笔记录删掉 ok哦 所以如果你不加的话 他变成说你第一次show好像不见了 可是奇怪你再run一次 奇怪他怎么又出现了 因为你忘了can mean这件事情 ok 好那最后的话就是 再帮我把什么资料查出来 我们来试一下 所以基本上就是加中间 这一段程式 删除哪一笔记录我们执行一下 所以3的话一样是3table01 然后执行一下 这边的话我们他 他问我说要删哪一笔记录 我跟他讲说32号 enter一下 那他就会帮我把2号的那一笔记录删掉 并且再把资料表里面 table01的资料再查出插回来 ok啊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呢就少了一笔 ok啊一样啦 如果再执行一下 要删哪一笔 31号的 按enter 有没有剩一笔 那如果再执行 不过你的笔数要够多了 因为你会把enter 没有了 全部删关光了 ok啊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去做什么呢 资料的删除大概就是这样的方法 所以今天大概至少啦 我们把SQLite最重要那些部分做说明 其实这些都够用啦 像经销存不就进货 写insert into 里面有哪些货 slate 那已经出货就delete 如果错误就update 就是这样而已 不会有别的了 不要想太多 其他的话呢我想 主要功能大概是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所以增加 中间这一段 应该可以记得起来 包括云端上好像也有一模一样的东西 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了解那个 如何再把你想要删除的资料 再把它删掉 ok